经常会在网上分享生活的Apple 时日就发文分享 自己在晚间过马路时 差点被转弯车撞上 让他也忍不住无奈直呼 见识到行人地狱了 Apple当时刚上完表演课 准备骑共享脚踏车回家 回完车之后又走了一小段路 途中他经过某个路口 结果斑马线过到一半 侧边却突然冒出一台要右转的计程车 驾驶虽然看见他在前方 但车子却没有要减缓速度 持续转弯朝他逼近 朝20公分就要撞到他的脚 场面可说是十分惊险 Apple也透露自己当下很生气 立刻瞪了驾驶一眼 还举起一只手指头回进对方 并无奈直呼 只是过个马路心好累 也在路由网上引起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